谢谢1600新经济的时间来关注 泰山经营权之争牵扯了全家股权风暴 针对泰山大卖全家持股 大股东龙帮国际正式启动法律战 另外谁接手全家的股票呢 请主播浩婷大门了解 先林千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 未来你到全家便利商店去消费 你会知道谁赚走你的钱呢 那就是国泰金控 国泰金控旗下的最大法人股东 万宝开发现在已经证实了 他们花了80亿元就吃下了 这个全家的股票 谁卖的 泰山集团卖的 我们先来看这个脉络 神秘买家现在已经曝光了 那么在买卖交易部分 会不会买卖不算数呢 先来看到刚刚林千提到的 就是泰山经营权之争 扯出了全家的这个股权之争 现在不高兴的就是龙邦国际了 龙邦国际原本是这个建商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控股公司了 他们很不高兴 说我也是这个泰山的大股东 我是市场派的 你这个交易不算数 那么现在想要打法律战 要求恢复 但是现在是不是生米 已经煮成熟饭了 因为卖了这个全家的股票 我们来看多少张 4.33万张 12月5号交易 那么交易额80.97亿元 已经在12月7号入账了 所以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 那么龙邦国际的律师说 如果最后涉及了刑事责任 那么交易将会无效 恢复原状退回款项了 不过现在也证实到了 国泰金控的蔡宏图家族旗下的万宝开发 现在就是买到了泰山出托的这个全家股票 那么你来看 到底国泰金控想做什么呢 他们想补足两件事 包括了吃了这个零售通路的大饼 还有全家商店 它是不是都叫你去加入他们的全营支付呢 电子支付这一块 国泰金控也想吃 所以有的人说啊 这个国泰金控就是叫战对手了 因为富邦集团拥有富邦媒 这个部分啊 如果说国泰金控拥有了全家的股份的话 这个部分就可以完全的补足了 林谦 同样也是产业风暴 那就是自行车龙头巨大坦言说 因为库存的压力非常大 要求展延票期45天 虽然呢连番的发声明 但是昨天股价还是重挫 市场专家分析 关键就在于大陆解封的速度 再请浩天告诉我们 好林谦我们来看 大家听到了这个巨大集团 我们就想 他就是生产杰安特的这个母公司 其实巨大集团 他也告诉大家说 我们没有现金流的问题 一切目前都正常 但为什么要求供应商展延票期45天 也就是说东西交到了巨大集团这边 我会晚45天才会再给你货款 是不是库存压力大 去化困难 有没有现金流的问题 巨大声明说 现在公司的资金是正常的 说明年上半年会逐渐的回稳 严票对公司的业务跟财务 不至于发生影响 而且这件事情 他们的债权银行也帮他挂保证了 那么或许观众朋友 你也会觉得说 昨天这个巨大的股价 一度跌停所死 那么跌幅超过8% 还收在206元 一天之内市值蒸发70亿元 这是非常大的金额 那么来看今天不一样 今天涨了8块半 收在214.5元 所以昨天后来今天好 到底像这样一个讯息的曾经 似乎还是有些力道的 我们也来看 除了巨大之外 其实美利达也受到了影响 因为大家会去想说 你单车是不是卖得不好 所以就把这个美利达的股票也卖了 所以包括了在昨天 整体的自行车的产业链 单日的减损 光是这个股票方面的减损 就少了将近123亿 那么现在专家怎么看呢 说这个部分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未来 未雨绸缪 现金流这部分还是要握在手上 千万不能有资金缺口 未来看看吧 看大陆市场解封之后 有没有人会愿意买一些 比较中高阶产品的单车 那么这个部分到了明年 或是到明年的中下旬 就会有些答案了 林谦 而说到了大陆防疫解封的议题 大陆当局似乎除了疫情 还要留意的是晶片站 对不对 再继续请教号题 好 林谦 提到这晶片站的确是 现在是三国联合起来 要来封杀大陆 美国 荷兰跟日本 不要让这个大陆去发展 先进晶片的制程 那我们先来看荷兰 这边有什么样关键地位呢 ASMOR 他们有这个 极此外光的光刻机 光铺机 所以现在如果说三国联手 哇 那现在大陆很惨 因为它的采购管道 都被这三国给掐住了 如果要发展先进制程 十次奈米以下的 现在看起来是很难了 台场社会 南亚科以及华邦 未来这几天 都可以看看他们的股价 那么大陆现在也有反制 对外去告状 WTO大陆去说 美国这样子不公平 你用出口管制 那我要提诉讼了 那么对内 他们投入了新台币 约合4.4兆元 去扶植他们大陆 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 大陆受到了封杀 但是对外也有一些力道 希望能够找到转还的余地 接下来邀请观众朋友 拿起你手机的镜头 对准这个QR Code 请扫描 7BBS娱乐头条 加入LINE好友 就可以掌握所有明星最新的动态 节省了一些八卦娱乐的消息 这样子就会不露接了 所以邀请您加入 7BBS娱乐头条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